第一次在荷兰做志愿者 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融入荷兰 所谓国际摄影展 就是不仅作品来自世界各地 去了之后才发现就连志愿者团队 也是非荷兰人占多数 他们大多都作为国际生在荷兰读书 一早从侧门进入后台工作人员区 Volunteer Desk见到了Uncitrant 是一个黑色短发矮矮小小的女生 但是面部表情很生动 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 给志愿者做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换了衣服拿了手环之后 Manager姐姐把我们一个个带到了指定工作地点 这个工作任务是前期通过邮件交流确定的 给我安排了四个shift 每次工作四小时左右 上午我在入口做host Manager姐姐对我们的要求是录指校大声说欢迎 早上好就和李怡一样 恰好和我一起的姑娘都挺美 一把来自意大利四分之一混日本 一个来自西班牙 但没有做多久 我就被调去了场地东边的小展厅 其实相比前门嘈杂拥挤的环境 我更喜欢这里 在一个玻璃房子里 It's in Residency Exhibition 跟我解释的时候 Manager小姐姐特地突出了这个Residency机会的读 一无二 It's like a solar ship 我说 她看我听懂了 更是哈哈一笑点头赞同 这个比喻很恰当 摄影师奖学金是建立在 Gross和Unseen的共识上的 也就是想要以非传统思维 来创造出一些新的超出预期的事物 每年由国际专家评审团选出来的访问学者 将会有两个月的时间去到欧洲的某个城市 有当地专家支持进行摄影的创意工作 今年展览的是第一届2016年的访问学者得主 来自克罗地亚的Lenemusic 他去到了伦敦 他的工作主要是采访英国各大银行家 和谁采访的时间多 画像就更具象 反而言之 银行家如果给出的时间少 画像就会有缺失部分或模糊 仔细一瞧 画像居然是由十字绣做成的 旁边展出的这份作品名叫Towers 去Lena的个人网站浏览 这是他一整个项目一览 在会场展出的是货币塔 荷兰作为鲜花王国 自然少不了拍一些好看的花呀 午餐福利是面包 鸡蛋烧 薄肉片 蔬菜沙拉 西红柿汤 志愿者评餐票用餐 下午有经过一个Para Slash Set的 日本摄影延伸展览 由G Slash Gallery承办 放在三个房车内 真怕他一不留神就开走呢 布置上整体凌乱 里面还有电饭锅装着热腾腾的米牙味 别告诉我这也是展品的一部分 哈哈 其实那电饭锅是侧面体现出了 摄影师们的工作艰辛 Para Slash Set 日本东京艺术主场馆的部分是Fair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来自纽约 巴黎 伦敦 巴塞罗那 美国等地的50多个画廊摄影展 最惊艳的是展厅的布局 在原型建筑里 以放射状的形式分布 使得可供展览面积扩大 参观者不用绕路 一部一作品 充分满足了视觉欲望 伊朗 Homuchasenov 走了一圈 发现了这个最具视觉冲击的展品 以一堆奖杯 钱币 纪念章和打火机组成 还有几个不同角度的镜子 庞佛在督促人们在看到自己所拥有的同时 也要看看自己的面目 是真的开心还是更加迷失 自己来到这里 其实是带着问题来的 我希望我的志愿能帮助他人的同时 也希望能为自己答疑解惑 其中有一些问题解开了 比如青年摄影师发展 可以申请Subsidancy 也有各种Fair可以参加 售卖自己的作品 但仍有一些问题 值得我继续在摄影这个领域努力探索下去 梦想大概就是 希望有一天 Young Atlanta World的得主是我 为此 我需要开始滋养艺术细胞啊 哈哈哈哈